大家好,我是阿小 刚刚回到家 外面下起大雨了 今天搞了点林喳 现在我们到处来看一下 也搞到了一点大的,一点小的 搞到了几朵精品了 还是生鲜的 很湿的 还有水分 这两天又下雨 就没办法晒了 就等一下用炭火来烘 有了好多人问我 野生棱子跟人工种植的棱子 有什么区别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吧 有几个区别的 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看得出来的一个 那我先给大家讲 我们看它的这个表面 餐有这个杂质 有这个树 树枝或者是树叶 有这个杂草 它就是一个野生的 人工种植在温棚里面就不会有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根木是穿通这里来的 就是它成长的时候 然后被这树子挡着 它就把这个树子包围长起来 包围在夹在里面了 然后我们采的时候就会能把它采下来 每一朵都是一样 它就算这里 这里没有杂质 它下面这这些根这些也有杂草 人工种植的就没有 那这里都还有有杂树叶 我们每一朵拿来看一下 那这个草是长在里面的 这里还有还长在里面的 这种就是野生的 来看一下 它长有杂质 而且表面是灰头土脸的 野生的第一个最明显最容易区分的就是 它上面有杂质有草 就算它上面没有 它根部也有 然后第二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看它这根部 这根部有泥的 有枯树皮的 它就是野生的 人工种植的它是用菌带种的 它就不会有泥 不会有这个树脂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根长的 根长的它是根到地面 它有多深 它就从这根长出来 就有多长的一段有泥 有的很短 有的是在树桩上长的 那像这个就是树桩上长的 那树桩上长的你怎么看呢 就是看它这个接核布有没有树皮或者是枯树的那种木质残留 有的话它就是野生的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残留布这有点树的 如果它是人工种植 它是金带的 它这里拔下来很整齐 就不会一点都不会脏 有好多拿人工种植来冒充野生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根给它剪的整整齐齐的 或者它会从这里剪掉 因为它怕你懂 怕你发现这根部长长起来 带有它那个军带的那种材质 它会把这里剪掉 它就只卖这一个上来给你 但是人工种植的很便宜 比这个便宜一半都不止 野生的话我们都不会剪了 我们从小到大也就是找林芝卖的 然后这一段女节都不会剪 但是呢你们拿去吃 这段也不要剪扔掉 你就洗干净就行了 林芝全身都是宝 它从头到尾 这些都是宝一样的有效果 所以呢 你不要嫌弃这一段把它剪掉 那就太可惜了 那我们再 看这个是长在树桩上的 大家看一下 它在结合这里 这里是木质的那个材质 它就算不带泥 它也会带树 如果是人工种植的话 这里就没有树的材质 也没有泥 而且它要冒充的话 它就把这段剪掉 然后第三个区别就是 这种它从小被虫子咬过 咬有坑坑洼洼的痕距 这就是野生的 人工种植的话 它就会是农药 不会长虫 它这些都是比较光滑的 还有表面 那野生的它都会长一轮一轮的 就比较粗糙 人工种植的话虽然有点点小轮 但是它摸上去都还是比较光滑的 如果说你买林枝 它说它不把根卖给你 就买把上面这一段卖给你 你别以为是你赚到了 那是因为它这一段见不得光 它把它去掉了 用这一段来骗你 哪怕里面有虫 那是最放心吃的 也不是说每个的有虫 就是它特别老了它才会有虫 它特别老了 那它的营养成分就又更高 所以这个大的老的 它就是卖的贵的原因 林枝它本身 它对人体有非常多好处 这个大家可以在度量上查一下 大货跟小货的区别在于 大过八公分的就是大货 八公分怎么算呢 就是你这样 这样一卡 这一卡就是五公分左右 到这个地方就是八公分了 所以呢 大过八公分的算大林枝 像这些啊 这些都有十十公分了 这些都是大林枝 那小林枝 普通林枝是哪种呢 像这种以下 一卡它只有五公分 一卡 它只有五六公分 七公分以下 就算是小林枝 小的跟大的价格 它区别相差一倍 因为大的功效 肯定是比小的 功效要好一倍 我也就是 专门吃小的 大的我也舍不得吃 因为大的贵啊 那今天又找到了这么多精品货 我也要找懂的人给他卖了 因为我肯定是舍不得吃这个的 这个好几百块钱一斤的 好的 我是阿翔 请大家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